天秤座滿月 由現在到農曆的三月尾 上星和太陽星座 如果你是獅子座 那置身整體運作會怎樣呢 是非常之... 差的 停了一陣子 大家心裏是不是 很多翻滾 OK 哪方面差呢 放心不是每樣東西都很差的 啊 其實 兩樣東西 這兩樣東西我都覺得是人生最大的財富 第一就是真的財富 第二就是健康 那健康 啊 你們上一個星座是巨蟹座 其實巨蟹我都說漏了他的健康 我待會 我之後在留言 好 那言貴正傳說回獅子 是不是 好了 我要寫回那個圖 OK 等我一會 C 即不是 巨蟹我要說回他們的健康 因為我都說漏了 好 現在說獅子 不好意思 好 喇 喇 喇 那健康在 什麼地方 啊 沒有了 我說 我先說 財產先 財富 OK 第一就是 小心被人搶錢 搶錢和偷錢也可以 搶是名 偷是這樣 OK 還有呢 如果不是外界的影響的話 OK 那就是自己 你們忽然之間會很衝動 去做什麼呢 只有兩樣的 OK 私事的朋友們 你們最近會很衝動去賭錢 以及去做投資 對了 那 也是這兩樣 一些比較 投機心態 一些 搏的心態 會去運用你們的錢 那我告訴你 就 十 即是 十個 occasions 九個都衰硬的 OK 無論是賭還是投資 是的 十賭九輸 或者叫十 投資九輸 這樣 OK 那自己小心一點 OK 偷錢搶錢 還有一樣 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人 埋你們身 還有這些人 不是 劫匪 也不是騙子 這些人 其實你們是熟悉的 是不是 正所謂 日房日房 家賊難房 但是有一些人 真的防不升防 尤其是熟人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熟人 如果他們 遇到你 那他們 其實都是打你 錢的主意 OK 還有因為他們 始終你認識 你的戒心 會放得很低 所以我這裡 其實就是提醒你們 你們會有這些 錢財方面的小人 他們是會對你們的財產 造成損失的 好 第一樣東西 我這裡先買個關子 這個錢財的小人 還有第二樣東西 就是我都說了 你們健康會有問題 OK 那 precisely 其實有沒有一些 不同的方便 是有問題 OK 是 是有的 嗯 好 那這兩個關子 即是兩個關子 正在合起來 OK 那怎樣才可以知道 不好意思 這個影片的質素有點差 但是算了 我都畢竟拍了那麼久 我免子 再把它刪除 OK 好 那怎樣可以知道這兩樣東西呢 究竟這些熟人 去打你們金錢的主意 是哪些 壞人呢 OK 大家知道要小心 還有健康方面 尤其是注意哪裏 OK 好 第一 就是去like這個video post OK 還有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們 麻煩就不要純粹給那個手指公的like 對 我想見到那個滲滲 粉紅色的那個滲滲 那我就喜歡那個多一點 OK 還有第二 就是去comment 好 直接開門健身 這樣去問 你想知道的答案 你想知道小人 還有健康有什麼毛病 是的 OK 那就不要純粹說個hi 因為如果 你只是說個hi 我不當你在問的 OK 然後第三 我就會去PM你們這裏的答案 OK 還有尤其是真的 因為這裏去打你們金錢的這個主意的小人 是真的富之欲出的 那我真的希望你們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然後多加防備